先介绍这个充电器 很多人 那我们怎么样去检测我们的充电器是好的 那表示 第一个要件,它有两个要件 感谢你的订阅与分享 是高雄桥灯 拍更多影片 给大家分享的动力 高雄桥灯来教大家怎么样去 检测你的 检测你的那个充电器 是好的还是坏的 现在我们先 先确定一下你的充电器是哪一种 现在影片这一种是铃铁 铃铁充电器 这一款是铃铁充电器 那它是双灯 双灯 两个灯 它是16串 16串所以是58.4V 所以你电压 凉的时候会看到58.4V 然后上下左右 然后这一颗是3A 所以它最大充电电流是3A 好 那我们知道之后来 先介绍 这一个充电器 这一个充电器 很多人 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 这双灯是什么 怎么一个回事 那怎么样去看 那双灯一般的话 有一颗红灯 红灯的部分 就是电源指示 电源指示灯 就是你插上110的时候 它就会有电源显示 所以它固定 固定只有红色 它不会变 另外 另外这一颗绿色的话 就是充电的那个 指示灯 然后充电的指示灯的话 它就会变 充电中它就会显示 它就会显示红灯 那 大概是 粗略 看的话 你看到绿灯 大概 已经充饱了 那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 检测你的 你的 充电器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 那我们要来介绍这一台 这一台 这一台是 充电器检测仪 它从 5伏特到 99伏特都可以用 所以从 从12伏特 系统 24伏特系统 然后36伏特系统 48伏特系统 60伏特系统 还有72伏特系统都可以用 那 它通通包 那它的电流的话 电流的话是0.1 安培到 9.9安培 那 长时间 充的话 最好不要超过 它才比较会耐用 你 瞬间的话 9.9安培还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一个 那这个上面有一个 V就是伏特 下面是A 就是电流 那等一下就会 就会有 显示 那这边有一颗 灯 那如果是 你的 急性反接 就是你 你 你这边进来是 急性反接 或者 这边急性反接 的话 它就会亮起 那你不要让它亮太久 它会烧掉 它是一种反接指示 就是说 你的电源正负极是不对的 它就会亮起 那如果没有亮就这样 好 那我们怎么样去检测 我觉得我们的充电器是好的 我们粗略来讲 第一个 我们有检测器之后 就比较容易去知道 好 我们把它的充电孔 当然现在已经插上110了 所以它有电源指示 那 没有充电 所以它是绿灯 那 把这个充电 充电头插上这边 哦 它就会显示 有没有 它现在是有58.5V 那表示 第一个要件 它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 充电器的好坏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说 它的电压 是不是符合 它原本的设计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充电器 它是58.4V 它是16串的铃铁用的 好 那每种充电器 设计不一样 所以 第一个要件它已经符合 代表说它有 输出电压 电压 电压 58.4V 伏特 左右的那电压 好 那 第1个 第2个要件就是说 我们在 如果我们插上电池的话 充电 因为这颗电池 是16串的 16串的 如果这颗电池 它没有保 它就会有 电流输出 有电流输出 就表示你的充电器是好的 好 那 我们来 来插那个 充电电池 它在充电了 3A 表示这一颗它最大的充电电流有3A 很正常 所以从这两个点来看的话 有这检测器你就很容易去 去知道说 你的充电器是好的 它有在充电 好 就可以检测出来 你的充电器是好的 先介绍这个充电器 很多人 那我们怎么样去检测 我们的充电器是好的 那表示 第1个要件 它有两个要件 充电1个要件 它已经符合 代表说它有 输出电压 电压58.4 伏特 第2个要件就是说 我们在如果我们插上电池的话 充电 如果这颗电池它没有保 它就会有电流输出 有电流输出就表示你的充电器是好的 好 那我们来 来插那个充电电池 它在充电了 3A 你的充电器是好的